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墨主 如果你的朋友离开了你 再也回不来了 你会选择怎么办呢 若他不是不想回来 而是生死相隔呢 今日若是你有闲暇 可否替我下山买些酒回来 你的伤还没好 不能喝酒 不是 我想 祭奠我的几位朋友 听闻 人间若是有谁的亲友王贡 会已久 招混祭奠 抚慰亡灵 我有几位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朋友 先我二去了 你说 人死了之后 会去哪儿啊 灵魂会漂泊无垠 最终走入雍鸣川 随河水流入世界的尽头 那 神呢 神没有魂魄 神明雨落后 便是在这世间 消失得干干净净 无论何处 都再无可寻落 会有人记得他们 那就不算消失干净 这又是新的药坊 对啊 说不定这一次就有效果了呢 便是一致不好 也不必强求 顺其自然吧 顺其自然吧 你这算什么花呀 凉药苦口 快乖乖喝掉 难不成你想一直瞎着 赖在我这儿混吃混喝啊 难不成你想一直瞎着 难不成你想一直瞎着 我只该去何处 我没有亲人 有人尽死 我的妻子 不 我如今 和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她恨透了我 恐怕此生 都不会再相见了 那 那你呢 一开始我便说过 你我各行其事 互不轻扰 明夜 你若是感觉眼睛好一点 哪怕是只能看到一点光 都要记得告诉我 让我有个准备 准备什么 好准备一下 离开这里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告诉我就是了 你会一直住在这儿吗 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问这个做什么 如今在这世上 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了 我 可以偶尔来看看你吗 有意思 你真是证据 什么 我会是 那我都会因为 你只能喝一杯 你只能喝一杯 你只会是 你只不放一杯 去哪儿都行 四处转转 想要快活 若你知道是我 只怕不会想再来看我